慧萍妳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草本姐姐黃慧萍 那我們先從你的外號開始 為什麼叫草本姐姐 好的 因為其實我先生是中醫師 那我過去在診所裡面 教小朋友認識一些種草藥 我帶他們講故事 比如說我們在路上常見的咸豐草 或者是雷公根等等的植物 它其實是可以當作藥用的 那小朋友會透過這些有趣的故事 還有一些手作的東西 那他們會覺得 其實漢方其實很有趣 中藥不是只有苦苦的湯藥 它其實也可以是一個藝術的成品 它可以當作一個 圍繞在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所以呢 大家就小朋友就暱稱我叫草本姐姐這樣子 所以中藥也不是生病才吃就對 對沒錯 所以我們希望呢 漢方其實是可以包圍我們整個生活 比如說我們有研發出很好的食療商品 像是漢方咖啡也有榮獲百大伴手禮 因為呢 大家不會每天吃藥 可是你一定會想要每天喝咖啡 那我們就乾脆把漢方融入在你每天會吃的東西裡面 那你會覺得養生其實是很輕鬆很平常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你養成習慣才能長久 那你對草本的興趣是本來就有還是後來跟著先生才開始這個投入越來越深呢 應該是說我過去呢是在疾病管治署CDC工作 所以其實呢我對於預防醫學跟公共衛生的這一塊 本來就非常的有興趣 尤其是衛生教育 我想要帶小朋友 其實健康的習慣呢應該是從小做起 那大家對於從小做起的這一塊在中醫藥的這個部分其實很少人去提及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小朋友可以從小就認識中藥 然後知道其實養生很簡單 養生可以怎麼做 從一杯草本的飲料開始 然後或者是從一些手做的東西聞香味 你就可以找到一個養生的樂趣 所以剛剛提到預防醫學跟所謂的這個養生 所以說一般的西藥跟陳藥 它不是針對這一塊對不對 他們都是針對症狀才去用藥 所以如果我們講到所謂的食療食補 是不是就一定要從這些草本漢方開始 對沒錯沒錯 因為一般來說如果要用藥的話 其實你已經有比較嚴重的症狀了 對那這些草本植物其實是在你還沒有生病 他們其實是等於是不同的營養 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中 然後你去攝取了這些多元的很多元的營養素 那你就不容易生病 類似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說清冠一號它是保養品 是不是 不是 清冠一號其實是治療用藥 所以我們會推薦就是 如果你是要預防 你只是要預防保養的話 就不要跟病人去搶清冠一號 所以我們還是會建議說 平常的保養 其實就是從比較溫和的藥草植物開始 然後我們把它做成了 除了咖啡以外呢 我們還有做薑黃海藻米粉 就是也是透過你平常都會吃米粉 那我們把這些營養就加到食物裡面 然後我們從此來延伸各種不同的創意商品 既然講到平常的保養 那就是所謂的食補 關聯性很大 那為什麼你們後來不是往中藥鋪去發展 因為一般傳統的中藥鋪 是不是也是可以抓 你要什麼藥它都可以配給你 應該是說 我們希望這是一個創意 因為大家如果中藥想到中藥鋪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好像又是要 又要回到原本的傳統去抓藥了 但是我們想要走一個創意 就是這些東西它很創新 你可以在任何的 比如說你可以在外面的商店買得到 或者是你聽曹本姐姐說故事 你可以認識到這些商品 然後或者是我們也有在一些公益的平台 我希望未來可以跟不同的弱勢族群合作 就是我們也帶一些弱勢族群的小朋友 讓他們手做這些東西 他們可以自力更生 你可以在一些有趣的地方 認識到這些中藥 那大家會覺得 哇這跟以前不一樣 中藥鋪就在你的身邊 不是在中藥鋪裡面 它就圍繞在你的周圍 你剛剛講到創意的部分 就是因為你走進去中藥行 你就會聞到中藥的味道 那你第一個直覺就是苦苦的 對 就是這個意思對不對 你要改變那種刻板印象 沒錯沒錯沒錯 我們想要做出這樣子的改變 當你真的進去之後 你第一個改善或要改變的 就是那個味道 要讓大家喜歡這個味道 所以你們才會變出很多 所謂的創意的組合產品對不對 對沒錯沒錯 比如說紫蘇有紫蘇的香味 然後艾草有艾草的香味 然後我們可以試著把它做成藥膏 或者是我帶小朋友 垂那個左手箱的葉子 然後小朋友會覺得非常有趣 因為他就自己垂垂垂 然後垂出很多枝 然後那些枝衣可以拿來做染劑 就是染在他的畫紙上面 或者是做染布 然後他可以把它畫成一隻一條魚 或者是他們有各式的創意 那他們一邊做這個的時候 也可以一邊聞那個味道 那他們自己會覺得非常療癒 哇其實草本的東西是很有趣的事情 他可以做出 比如說魚腥草 他有魚腥味 然後我帶小朋友用魚腥草 做成那個魚的鳞片 然後黏黏黏黏黏 黏完以後小朋友就獲得了一個 真的有魚腥味的魚 就是真的有魚味的魚 那小朋友會覺得 哇這個很有趣 然後他們會覺得 對他們會覺得藥草 其實是有趣的是 他可以跟藝術結合在一起 這個方向好像很少人在做對不對 都是傳統的方向 或傳統搭配中醫這樣子結合 對對沒錯 所以我希望他是一個創意 然後小朋友會覺得有趣 然後未來我也可以帶小朋友 就是一些弱勢的小朋友 他們可以用這個創意 然後發展出他們未來的方向 或者是他們可以有一個農場 那他們就可以真的去種紫蘇 真的去種一些植物 那我們也可以有一些生產力的一些產品出來 你早期應該沒有這麼完整的創意吧 應該有經歷一些過程吧 對不對 應該一開始你們還是傳統的綜藝路線吧 對 其實一開始確實是像傳統一樣 我們也是自己在煎藥 但是漸漸的會發現 小朋友一進來就會覺得 他會覺得很害怕 他們聞到味道 其實有一些小朋友甚至大叫就從出去外面 他們說媽媽我不要我真的 我真的沒辦法喝 就是包括我們現在研發出來的藥草 就是我們都盡量把它調成 就是讓帶小朋友認識以後 然後小朋友這個味道一定要小朋友可以接受 他才能承承做養生 因為深入的認識才能改變他的刻板印象 對 沒錯沒錯 我們就是希望可以透過這些研發 然後要真的要讓帶小朋友認識這些中草藥 就是這麼有趣 那他們就會想 真的耶 我聽草本姐姐說完 我真的願意試試看 對 媽媽我願意試試看 我把這個藥草喝下去 真的是對身體有幫助 對 認識就會改變印象 對 沒錯沒錯 所以就是等於說 我們把這個故事講給小朋友聽 那他也認同這個東西 那我們傳統的中藥 除了這個煎熬的過程加冰糖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讓它變比較好喝 應該是說我們使用的是屬於草本植物類的 就是一般傳統的中藥 像是比較苦性的 對 對 比如說傷含科的用藥是比較苦性的 但是我們研發出新的 就是結合一些草本植物 比如說那個左手山或者是一些 薰衣草 日酥 就是中式的 中式的草本植物 對 然後我們去調和這個味道 然後調和出來的這個產品 我們覺得效果很好 然後大眾的口味也可以接受 等於就是你們改變的配方就對了 對 保留他的本性 然後再加一些新的味道讓我們比較愛喝這樣子嗎 對沒錯 因為其實我覺得大部分的病人他們有一個狀況 比如說 為什麼一些長輩他們沒有辦法持續 就是因為他們不愛嗎 如果這個東西他愛 太難喝了 我小時候吃過我們家人幫我準備那個燈大廊 國中的時候超難喝難喝到真的你只能要燈大廊到底有什麼配方 為什麼味道這麼重 燈大廊其實各家的配方不一樣啦 對但對我們來說 我們的燈大廊大家一定可以接受 我們的燈大廊是我們有採用就是醫師用手地煮出來的一些配方 然後加牛奶 所以等於說這是一個 新潮配方 它是一個你可以當作是一個漢方奶茶 你跟人家說你來吃藥 不要不要不要 你說來我們來喝漢方鮮奶茶 要要要大家都來了 而且他喝起來的配方是像異國風味 這是異國風奶茶的味道 那你跟人家說我要蹲短你要喝這個 那大家都很開心啊 那你跟人家說要喝那個苦的 不要不要不要 這就是一個心情上的差別 然後如果說養生這件事情是你喜歡的才有可能持久 因為我想說金明哥那杯應該是喝不久就停了吧 喝不了多久啊 因為他就是太難喝了 對沒錯 就是我們病人很多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難喝的藥 其實他們有時候一想到就會先胃酸 而且小孩可能會怎麼樣 就是喝一喝然後到旁邊去吐掉這樣子 對對反而效果沒有很好 那包括於在這一次的疫情裡面 其實我們對於小孩不會下那個像清冠這樣的 那麼重的藥 但是我們會讓他先從草本植物 舒緩症狀開始 就是如果是比較輕症的病人 我們就是直接舒緩症狀 其實慢慢的 其實他其實也會自己好 那小朋友的部分有一些家長甚至反應 他們有吃過清冠的人 小朋友根本是完全沒有辦法 非常多小朋友是完全沒辦法接受 那不接受的話我們就放棄了嗎 當然就不行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 怎麼樣可以換其他的配方 我們可以讓小朋友 就是舒緩他的症狀趕快治療好 對 可是很多人如果搞不清楚 他看到這個味道這麼重 他會不會認為因為比較沒效 對不對 所以這個漢方配方一定要很重 做這些事情到現在 在研發這些創新的食品的部分 已經有十年的經歷了 就是從醫師他畢業開始做中醫師開始 我們其實就有這方面的興趣 因為包括我那時候在洗理性工作 也是對於就是疾病預防的這個部分 我們都有興趣 所以我們其實一直從那時候開始就一直在做 比較具體的原因有沒有因為你的小孩 因為你有兩個小孩 會不會因為這個早期這個身體不好 要調理你才能夠變出現這些創意的配方 跟自己的小孩有沒有關係 有有真的有很大的關係 我覺得小朋友是引發我們創新的一部分 比如說我自己有研發就是草本姐姐的教學卡片 然後我會把一個草本植物對應一個動物 然後帶他們來講 比如說車前草是因為馬被發現的 然後所以我們用車前草來配對馬 我們來做一個配對遊戲 然後我會做這件事情是因為我們家小朋友 小時候非常喜歡就是卡片 因為我覺得卡片類的東西真的會吸引小朋友的目光 包括現在很多小朋友在玩那個寶可夢卡片 就是他們拿到紙牌會有一種莫名的魅力 對所以我們也是希望 這個漢方的東西是可以很創新 包括我現在自己也有在跟一個朋友 就是我們在寫繪本 我也想帶小朋友認識 用創新的方式來認識這個漢方 未來我們也會做撲克牌 我們在玩撲克牌一邊可以認識漢方的藥草 我們可以透過不同的桌遊來認識漢方的藥草 這些都是其實都是我在帶小朋友的一些創意 這樣就叫寓教娛樂就對 對寓教娛樂沒錯沒錯 那有沒有早期因為這個身體的狀況讓你們去調整配方 讓他們比較好喝或比較愛喝 有有有當然當然 因為我知道小孩這個一定難免都有說剛出生一定會難免有些狀況 要嘛就是過敏啊要嘛就是怎麼樣啊體重太輕啊什麼的 對對對所以我們會把它調整 就是像我剛剛講那藥草的部分 我們會加一些配方下去調整 那小朋友可以接受 那他如果可以接受他才喝的下去 那如果說小朋友不能接受 其實這個營養對他來說就是無效的 所以要讓他認識才能夠徹底改變他的認知 然後他才會願意主動喝嘛 對沒錯沒錯 我們可以一邊講故事一邊玩 然後一邊可能他就喝下去了 或者是我們一邊用做藥膏一邊跟他玩 他可能就不知不覺覺得 欸這個真的是很有趣的味道 或者他覺得慢慢他覺得去欣賞這個香味 他覺得這個東西對他來說 欸其實沒有那麼害怕了 所以你講的故事都要自己原創的 因為不是童話故事拿來就念 對不對 因為第一個你要先認識這些草本嘛 才能夠去把這個草本發想出 你想要表達的這個知識嘛 應該是說有一些是 我自己在文獻上面找到的 就是比如說車前草是馬被馬發現 這是一個古籍 然後有一些故事是 就是我們自己就是透過我跟小朋友的介紹 編出來的類似這樣子 比如說那個火炭母草 為什麼叫火炭母草 因為他葉子上面有一個V型的那個斑塊 V字形 V型嶺 對V型嶺我就會問小朋友 欸你覺得像動物園哪個動物 大家都會就會告訴我說 就是黑熊 對所以我們把它做一個連結 然後小朋友會覺得太有趣了 那左手箱跟左手有沒有關係 左手箱其實是豆柱香 就倒手香 倒手香 它原本叫倒手香 但是後來 所以它是諧音 對就是台語是豆柱香 然後念著念著就跟豆柱很像 就變成左手 我就會問小朋友 那你覺得右手聞會香嗎 右手哪會香嗎 一樣香啊 所以右手香 對對對 就是它味道很重就對了 對對對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香氣 所以它可以做藥膏 然後也可以做那個噴就是純露 萃取出純露 然後當做噴劑 好那既然草本這麼神奇 那它可不可以像香草植物一樣自己種 我知道你們自己有農地 然後也結合一些工藝團體 現在在開發你們的那種工藝農園 先講一下草本是大概有哪些好不好種 草本植物其實為什麼叫做草本 就是有一些它其實是會自己長出來的 就你連種也許都不用種 你就放著它就會自己冒出來 就是葉子擦下去它就長了是不是 比如說你在荒地裡面最常看到的 有三大類就是大花仙蜂草 車前草跟牛津草就會自己長出來的 就是很容易自己長的雜草 是不是很多人就會認為是雜草 很多人會覺得是雜草 但是換一個角度想 它其實是生命力非常強的 就是你不管它它就會出來 這是一類 然後第二類是有香味的植物 比如說左手香或者是紫蘇 或者是九層塔 就是有香味的植物 然後這個部分我們會去種它 但是這個部分也很容易種 因為它其實草本為什麼容易種 因為它的生命力非常強 所以它的療癒就是療癒效果非常好 所以它的營養也是非常足夠 我以前的印象不是左手將葉子擦下去就會長了嗎 是 是 真的那麼厲害 對就是直接擦枝 它就會開始蔓延出來 對 所以它範圍其實很多 那就是看你怎麼運用就對了對不對 對 種是一回事 但是拿來怎麼用 是另外一回事 對 沒錯沒錯沒錯 就是我們要教會小朋友 就是他們可以種這個植物 然後呢 未來他們可以做怎麼樣的運用 然後這跟養生有什麼關係 我們可以把它做一個連結 嗯 好 你們在農潭 有一個公益農地講一下吧 呃在那個新龍路219上2號是龍潭的T12社區那邊的一樓 對 然後我們我們旁邊是一個公益農場啦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就是之前有暫停一段時間 然後我們未來會把阻力放在就是與公益團體的合作上 對 然後目前有跟一些基金會正在洽談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幫助一些弱勢的兒童他們可以自力更生 我們要教他們怎麼樣種藥草 然後呢 我們要教他們未來我們可以開發一些很創新的商品 像是漢方咖啡 嗯 像是藥膳的食品 然後甚至像剛剛有提到漢方的鮮奶茶 那他們可以有屬於自己的餐廳營業場所 他們可以自力更生 哦 就透過種植這些草本 然後變成一些產品 然後得到一些收入來幫助他們 對 沒錯沒錯 我們要訓練他們做這一塊 對 這個是這個現在比較先進的這個公益觀念 不是只有給他錢 而是教他怎麼做對不對 教他釣魚 對沒錯 因為我聽過自閉症的一個老師有跟我講過一句話 因為他們是一個自閉兒的基金會 然後他是跟我說 這些錢對那些自閉兒來說 比如說一千塊或者是一千萬 他可能會覺得 他的價值觀可能沒有那麼清楚 但是呢 所以我們要給他的不是金錢 我們一定要教他如何做 對 比如說這個東西我們要種藥草 我們要怎麼種 這個可能對他們來說是更重要的事情 那他們在父母離開以後 他們可以自力更生 就至少要有一技之長 對 沒錯沒錯 他們讓他們擁有一技之長 好 那你這麼多年的公益推廣 其實也有很多這個肯定 你要不要講一下 你們大概有得到哪些單位 包括你們得到一個華人獎對不對 對我們有得到那個 華人工藝節的工藝金船獎 然後我們的產品 就是有獲得百搭伴手禮的肯定 包括漢方咖啡 還有薑黃海藻米粉 對那我們也希望就是 伴手禮的部分 未來也希望可以找到 更多合作的工藝平台 然後還有一些伴手禮的商店 可以跟我們合作 我要得到百搭伴手禮 那他應該有一定的檢驗標準 因為既然是草本有限 就會擔心有沒有農藥 所以你們在搭配這個配方之前 是不是都要做很嚴格的檢測 對對對 我們自己都有那個 參加過就是SGS的檢驗 就是包括於沒有重金屬 因為漢方的東西 大家都會介意說 是不是有重金屬的問題 或者是農藥的問題 對 這個部分我們都是有做檢測 今天有帶食品對不對 漢方咖啡 對 所以他有什麼草本在裡面 我們漢方咖啡 今天我帶的是紫蘇咖啡 要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紫蘇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藥草 因為台灣的氣候非常潮濕 所以說有許多的症狀 其實是跟身體濕氣太重有關 比如說你會覺得酸痛 羊羊羊疹身體起疹子都有可能是跟濕氣有關 真的人體太濕會生病對不對 沒錯 要剛好 對要剛好 太乾燥也不行 太乾燥也不行 但是因為台灣氣候很潮濕 所以大部分的病人都是濕氣很重的問題 對 所以說我們就是希望透過簡單的一杯咖啡 你每天如果都會想要喝咖啡的話 那我們就會推薦病人 其實你可以把你的咖啡換成紫蘇咖啡 那你每天就可以有享受到排除濕氣的好處 所以身體如果真的太濕 是不是在冷氣房待一段時間 乾燥之後就會有幫助 還是真的是要透過一些食補 因為確實是需要透過一些食補 因為冷氣房畢竟溫度比較低 你反而就是更不容易把濕氣排出去 所以也不是說站在除濕機旁邊 對對對對 應該也是沒辦法 就是有輕鬆的方式 你不用那麼辛苦 就真的家裡躺在除濕機旁邊 一直除身體的濕這樣子 對 我們就是透過食療 然後你每天就可以健健康康 然後用一杯咖啡迎接美好的早晨 所以你講的紫蘇是紫蘇美嗎 同一個植物嗎 對是同一個植物沒有錯 只是你們用它的葉子是不是 對我們用它的葉子 因為紫蘇它其實有抑菌的效果 所以它可以拿作用作 就是做醃漬的去 比如說紫蘇美 或用紫蘇這個藥槽 或者是大家在吃日本料理的時候 會發現生魚片都會搭配紫蘇 對 對對對 真的那個微酸微酸的 對對對 所以紫蘇其實是 呃 非常好的藥槽啦 如果你日常生活常常接觸紫蘇的話 就不容易感冒生病 哦你剛剛還有講到一個關鍵字叫抑菌 這個也很重要 大家千萬不要隨便買什麼殺菌 對不對 其實有時候我們身體有些細胞 有些細菌還是好的 對 不能全部殺光光 對 沒錯沒錯 對我們有利的細菌 我們要把它保存下來啦 那在那個藥槽的部分其實這些天然的草本植物呢 它是有一點點的抑菌效果 但是它其實是很天然的東西 所以是非常溫和 嗯嗯 好那還有其他產品嗎 呃薑黃海藻米粉 那它的米粉裡面呢 除了一般的米粉是用那個純米的下去製作嘛 那我們有加薑黃粉 嗯跟那個海藻膠原 那海藻膠原大家聽到膠原大家就眼睛亮了 因為膠原其實女生吃就非常的好 對膠原蛋白 那除了女生吃很好以外呢 長輩吃更好 因為補充膠原嘛 對長輩的筋骨啊 或者是皮膚也是很好 然後小朋友生長也非常的好 所以就是一個也是每個家庭 然後大家都可以使用的一個食料商品 可是你講到薑黃 一般人聽到薑就皺眉頭 對不對 味道很重啊 對 但是我們把它透過技術 做成薑黃海藻米粉 你會發現就是 它其實沒有那個原本那個味道 所以你把它做成食療是更好的方式 就是與其你直接吃 你把它做成食療 大家會更能接受 然後而且你可以每天吃 因為它就是一個食物 所以直接吞薑黃粉很痛苦 不用那麼辛苦 對不用那麼辛苦 改變一些創意的配方 讓你吃的很快樂這樣就對 對對沒錯沒錯 我們就是想要建立大家這個概念 就是養生其實是快樂才是最重要 其實我覺得快樂才是兩藥 你才能持久 才能持久 沒錯 而且薑黃好像真的是我們這個 常常聽到一些保健用品都是用薑 包括喝什麼薑茶什麼有的沒的 對因為像現在天氣冷啊 就是你吃了一些吃一些薑也會 手腳比較溫暖 然後你身體覺得溫暖的話 其實也比較不容易感冒 嗯 好我們來講回你的這個 最喜歡做的事情是曹本姐姐說故事 啊這個是什麼進行 是你一個人就直接可以跟大家合作 就你過去講嗎 還是到你那邊去上課還是怎麼樣 啊我自己一個人就可以 對比如說我有在一些那個幼兒園啊 有帶我可以直接比如說我到一個學校 或是一個團體過去 然後呢我會帶一些 我想要介紹給大家認識的藥草 我就帶過去了 然後呢我就跟大家講這些故事 然後呢我會把我的繪本的資料 也帶過去讓小朋友看這些圖文 然後他們會覺得很有趣 嗯 是多長的一個課程還是可以配合 什麼多長都可以幾天幾夜可以講 嗯 沒有辦法到幾天幾夜 對我們的課程大概是半個小時左右 針對小小孩的部分 然後低年級或是中年級大概是一個小時 就是他們注意力能夠比較集中 對 那我們會看年齡不一樣來分教材 比如說我對比較大的孩子 我甚至會帶他們認識 我們是中醫診所裡面是怎麼煮水藥機 他的原理是什麼 所以帶完課程之後就可以吃草本是不是 也可以啊可以啊 有一些小朋友會想說 欸這可不可以吃 那我們就真的來洗一洗來吃 有哪些可以直接生吃的啊 比如說那個馬齒餡 馬齒餡它是可以觀賞用 然後呢 它也可以就是當做生菜 生菜使用 然後或者是你想要煎蛋也可以 其實它 它就是一個很棒的藥草 因為它叫做餡嘛 餡是就是那個黏液的意思 所以它吃起來就是有一點酸酸 然後黏黏的口感 這樣酸酸的小孩應該會有點怕 還好啦 這個 反正就體驗一下嘛 也不用教你吃很多 對對對 欸九層塔是不是也可以生吃啊 可以啊可以啊 對 那為什麼九層塔 那個配鹹酥雞這麼絕配 哈哈哈哈 而且每天買鹹酥雞 就會九層塔多一點 對就是九層塔呢 它其實應該是說它的香氣啦 它的香氣很很迷人 然後呢 大家會覺得配 就是它可以舒緩那些炸物的那些 就是炸物你會覺得很油膩 但是你配一些比較香的草本 你會覺得比較稍微比較清爽 然後那個口感配起來也是好的 對 那我會告訴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會覺得 欸為什麼叫做九層塔 那九層塔其實是因為它的花絮 有是一層一層上去的 所以並不是只有九層 它也有可能是好幾層 但是中國人說九就是很多的意思 那所以叫做九層塔表示 它的花絮一層一層的有很多層 那我們叫它九層塔 九已經是最大數了 所以就直接叫九層塔就對了 對對對 好最後呢難免還是要介紹一下你先生 對不對 是不是把田中醫師介紹一下 好 那我先生呢 他的名字是田韻林中醫師 然後呢 我們呢 有開一開始是在龍潭這邊有一個老來故的中醫診所 那我們後來其實對於食療的這個部分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們把中醫診所就乾脆就是轉登記成 國際有限公司 老來故國際有限公司 然後我們就專注在研發食療的這個部分 對那我未來其實是很希望 因為其實在診所裡面啊有看到很多病人 來來去去 好了 然後後來狀況又不好 然後又來 又又又狀況又不好 我們很希望未來能夠專注在食療的這個部分 所以你希望能夠推廣這些知識 讓大家從這個隱私徹底的改變 就不要一直來看病了 對 我們的未來的最大的目標是希望這樣子啊 不只是中醫你看任何醫生 你不改變你的習慣 你看任何醫生都沒有用 對 所以你們現在就沒有實際看診就對 就變成推廣了 現在還是有 還是有看診 還是有 對 醫師還是有在其他地點註點看診 包括我們未來也會希望在那個 就是跟基金會這邊也有配合一些 弱勢團體的一些註點的中醫針灸的服務 所以他現在就是配合看診 但是自己的部分就是轉型成所謂的這個 比較偏食療保健這部分 對 沒錯 所以你們就一直在開發新產品就對 對 沒錯 我們未來希望就是有更多的漢方商品 可以被研發出來 然後就是包圍大家整個生活 那你就可以覺得 養生其實很輕鬆啊 養生沒有想像那麼遙遠 對 我們都習慣吃一些西方的這個營養補充品 卻忽略了我們自己就有很厲害的 這些草本植物對不對 因為我們就會可能補充維他命C啊 什麼有的魚油啊 就這樣吃啊 對 沒錯 其實我自己家的長輩 我幾乎沒有買過這些任何的保健食品給他啦 因為我覺得長輩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有一個長輩朋友就老實的告訴我 我最害怕的事就是每天早上呢 我的孩子們幫我準備 逼我吃那些 逼我吃那些 然後他可能就 顆粒狀看起來就很像吃藥 對就很像吃藥 然後他就一排就是一早起來就是這樣一排在那邊 然後他看了其實 他其實很害怕吞咽這件事情 很多人家都很害怕啦 那我們希望未來的養生可以更簡單 然後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對就是大家只在乎他的效果卻忽略了你的情感需求 即使吃這些東西你也要吃得很愉快 而不是為了他的功效你就不得不吃 所以輕鬆的泡一杯咖啡就達到養生的效果 就像紫蘇咖啡對不對 對沒錯 對就是養生其實很輕鬆又很開心 今天非常謝謝曹本姐姐為我們介紹他的這個 曹本姐姐說故事謝謝 謝謝金明哥 謝謝各位觀眾朋友 謝謝